哈囉大家好我是蓋一 我是老實 今天呢非常的興奮 因為有個非常重大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很大 有種開紅嗎 看一下多大 緊張 我是建仁蓋一頻道已經突過 一百萬訂閱了 終於可以說是 百萬youtuber 這都要感謝就是所有的觀眾 還有兩位兄弟一路的陪伴跟支持 才能順利的突破一百萬訂閱 今天呢就是邀請你們來跟我們一起回顧 2017至今的精彩影片 跟一些很有趣的留言 裡面說不定就有你參與喔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好那現在呢我們就先來主觀的回憶一下 影片的各項之最 先從兩位最喜歡的影片開始 我覺得我每一部都很喜歡 因為都是一種體驗 雖然拍當下有時候很賭啦 拍完那瞬間他會特別爽 對 他會說喔好爽終於到這個環境 不能這樣子 對 不行啦 我們今天就是影片的各項之最 你一定要講出一部你最喜歡的 可是我就真的都還蠻喜歡 都是一種回憶啊 雖然有時候很賭 那不然要時間 我最喜歡是那個 中訓男人前後差多少 你還記得那一支嗎 我記得啊 那是在我們最初的三間課 我們的娘家 那我們先來看回顧影片就知道了 好來看一下 喔這部影片 對這部影片真的蠻好的 到底會變得多強啊 你為了人最有比較 所以這一次特別請了 三間課 聚聚業 超新的很瘦喔 超新的很瘦喔 超新的很瘦 超新的很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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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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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舌頭 很好 再一個靈動小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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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說 你都用哪一排的洗髮精 我 對 我不是說要用洗髮精 可是 我會抹油喔 請問一下 劉美小天心你幾公斤 不是五公斤 不是五十六嗎 不要自己偷偷少一公斤喔 對 啊 我二頭真的快炸裂了 不知道怎麼樣去防禦 去面對被踢的感覺 對 你看 正常被踢有沒有 應該要 沒有 我們都會 想要閃 然後就是卡金束跟後側被踢 超痛 要用骨質機去 要用骨質機轉過去 讓他踢到肌肉的地方 為什麼最喜歡 人比較多吧 拍完一次之後我們回去 然後你就說 記憶卡在家 喔對 那影片都破圖嘛 同樣的內容 然後又拍兩次 然後你其實覺得最好玩 不是最好玩 最喜歡 拍片最初的美好 你想怎麼拍就怎麼拍的時候 完全就是當作在玩樂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支影片 觀眾有什麼精彩留言 給館長踢喔 給館長踢的話 這不是六年前喔 一下 對啊 打 打 有了 有了 館長踢一下就扛不住了 一直想握手啦 是我們的骨盆子 我記得那個骨盆子 他都不是一個 對我們很客氣的人 對 為什麼要 不是因為你的動作 讓我以為你要做這件事情 沒關係要不然握一下 來啦握一下 對啊 有了 欸這個 我覺得這留言很多對不對 修比杜華的小馬 這種留言 這個說波波像小馬 很多 其實你更多聚聚練習 其實其實那個時候是這樣 那個時候的健身 是一個成長期 有非常非常多的觀眾跟素人 投入到健身 大家會很想知道 素人到底要花多久的時間 然後可以練到什麼樣子 好那要是看完了 輪到我了 我最喜歡的一支影片就是 我自己的那個跳繩365天 就是從一個完全不會跳繩的人 然後跳一年 可以跳到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時候還是臃腫的 你那時候那麼臃腫 你還可以一直跳 那時候剛從內湖到板橋 你在板橋就會跳 剛好是疫情對不對 我是去板橋就在跳 沒有沒有 疫情是 泳河店開的時候才疫情 這支一段跳繩影片 那真的是感到莫大的榮幸 阿 妳我怎麼跳繩 我也爽不爽了 欸 妳講到重點 爽了 爽了 但我最喜歡這個影片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我自己的一個成長過程 就是練一個東西練硬的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影片發生有一件事情很嚴重的事情 是是是 你有發現裡面沒有我們的 而且還是你最喜歡的影片 不是 都很喜歡 但最喜歡的是一個自己學習事務成長的過程 好不好 對不對 啊 不用再講那麼多了 嘿嘿嘿嘿 兄弟 喔 欸 你看 酒man 原來我們這麼久以前就認識了 開場話不出來 代表他沒有看到結尾 因為我覺得騙尾是最帥的 有點懶惰 你看 懶惰的人平常訓練都會偷懶 可是看到這個影片 他會覺得要堅持下去 還有一點就是因為我都會看留言 那這種類型的影片就會比較多這種留言 正面的留言 你會覺得你影響到觀眾 傳達一個正面的 對 你會覺得有成就感 喔 對 國國勉強介紹你的說法 我們勉強介紹你的說法 好坑洪大師 好了啦 好了啦 看完自己最喜歡的影片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 拍的當下跟看成品都覺得 哇 好好玩 最好玩的影片 先來講我 我最喜歡的就是 我們去跟阿海之打陀螺那支影片 嗯 我也是最喜歡那一部 其實 我也覺得能紮壞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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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好像就這樣玩 就是看英雄在那邊一直講錯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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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趕快來看回顧 八十公斤 超扯的 哇 你看 你看而且 三個男生就是 拍片特別 特別好笑 就是 會想看一下片 喔來了來了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 前後有學的一個 這個才是精準的話 那該敲的東西 這個這個 然後艾萊斯 艾萊斯 阿萊斯 我不要去理解 你是不是聽到有什麼打 你應該把他還去喔 到底是太明白 我怎麼沒有人看不到 你看 尿血啊 不要問你 尿血啊 欸 這 這多久以前 其實這沒有很正嗎 沒有很久沒有很久 這好像一年前 一年多而已 這才一年多喔 我覺得這張影片 我就會很想一直拍耶 因為真的很好笑 還有阿萊斯這個人 就是也是讓我很佩服的一個 喔 他很乖 對 他就一直在練同樣的東西 一生懸命 這一輩子都在練這件 這是我最欣賞的 就是他把一個記憶練到記憶裡 這項打得好耶 這項打得不錯 喔 這個名字是阿萊斯故意的 他練了一輩子怎麼怎麼會打不準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你看喔 你平常吉他彈得很好 攝影機一開會怎麼樣 可能就會彈不好 壓力 我其實也很想把它放在 我最喜歡的影片裡面 因為它是一個 台灣記憶文化的傳承 剛好又可以跟重訓結合 因為那個陀螺超重嘛 70公斤 尤其是又跟這一個人物 拍攝這種東西 神人 他真的是神人 他真的是神 我們來看一下這支影片的留言 這支影片應該是我關注 蓋伊頻道四五年來 最喜歡的一支影片 很喜歡大家 說台語的氛圍 也喜歡三個人都努力挑戰的態度 波羅又是一個 要沒落的民俗技藝之一 阿萊斯真的是老國寶 國寶 厲害 希望該能順利多多 拍這種類型的題材 趣味性十足 也覺得很感動 是一支很喜歡的影片 像這種留言你看 一千多個按讚 你就會覺得 拍這影片很有成就感 有達到我們宣傳的目的 三堅客節目水準再度提升 喜歡力量搭配傳統機的內容 不僅呈現陀螺的困難 更是基於阿萊斯這位 台灣文化傳奇任務 希望能看到三堅客 與阿萊斯一起出國表演 我也想 無情的破關機器拆銷石 終於有不擅長 可是擅長破壞了 哈哈哈哈 喔喔喔喔 很低喔 一 阿萊斯 喔喔有量有量 喔喔喔 阿萊斯太力人敬佩了 工作至於把自己的興趣 天賦點到神父奇跡 哇二十分鐘處看得出來 該一堆運動的觀察很入圍 不愧是擅長運動的三堅客 左手把頭放住 拉 對 你不要太用這個 因為你沒接起來 第一步扯繩跟放陀螺 那個中間沒有接起來 所以它斷掉了 你看這件事情就是說什麼 你成功的人 說什麼好像都對了 反正你成功了 對 我對這個陀螺的理解是這樣 所以我講錯了 他還是講錯話 你就丟下去保了 對 確實是這樣沒錯 我的看完呢 接下來看一下鑰師 覺得哪一支影片最好玩 就是我們在那個小房間裡面玩那個 猛眼鬼抓人 對 又是娘家 你是專挑這種幹片欸 真的超好玩的欸 你專挑我不知道拍什麼的時候 寫出來的文案 那看得出來是 不知道他在拍什麼的時候 你必須猛眼睛的雙眼 什麼都看不到 要挑戰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抓到哪 Pita哥哥 而且以前拍影片我都很喜歡 設計一些 有的沒的橋段 Pita都沒變 你也有這樣 對啊 我那時候你造型的應該是那個 對 你就變了 有 那時候 你撿 喔 我們是 三個抓一個喔 壓力很大 是不是你們是進擊賽 然後最後一場就是 三個人抓一個 喔 對 然後我們最後 使出人海戰術包圍 我們手牽起來 然後Pita Pita一直打我屁 真的壓力 那時候壓力很大 然後你會發現有一個人 從 一開始就在戳了 留言 男人不管年紀多大 只要基有聚在一起 心智會直接下降到國中程度 我覺得我們已經不是國中了喔 那已經是國小 這個是大家都認同 大家都認同的 三連幹 每當心情不好 就會回來心上 要是一個三連幹 那手伸長一點 該小學一年級要吃 我媽啦 他說 對啦 我一年級那個找自習的時間有沒有 我會帶小朋友一起玩鬼抓人 然後我就會被寫聯絡簿 然後告中 然後回家被我怕中 五年了 你們的臉孔 一樣沒有變化 真的強 真的確定嗎 真的是這樣嗎 真的是這樣嗎 好 那我們進入下一個主題 覺得最累的一支影片企劃 最近拍了那五百張來 我有看留言有人說 我們是不是有在浪 說真的我真的沒有在浪 因為那個我真的跑到心臟真的快從嘴巴跳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很累 真的會有一種呼吸不過來的感覺 對啊 我來看一下 軍中的蚊子真的毒 那個毒 這個毒 其實講真的我覺得這 這個影片應該又很好看 我覺得 我覺得觀眾不買單 一個很大的點是 他們覺得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很輕鬆 有在混的感覺 對對對 但其實真的很累 而且那天很熱 對 那天天好熱 太陽很大 然後晒然後熱 對不對 然後很喘 所以一直累的地方 不是在跑的時候 是在躺著等的時候 感覺鑰匙很輕鬆 每一四個人一起 一定會有那種 有人覺得很累有人覺得還好 不能不說鑰匙在拍這支影片 他有在練跑 我想跟我拍很爛 我跟你講我也有在練跑 我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專項 心肺這件事情要特別練 因為Miles他三項最強 可是他跑這個跑起來 也是非常輕 應該很多人如果去這個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爬竿都上不了 對 對 所以說那個竿滑 那個要用技術 你看Miles那個片段 他全用手爬 對啊 他那種人已經很輕巧 就你要全用手爬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其實是不容易 因為很活 我們這種在健身房 重訓有一定經驗的力量 雖然有優勢 但沒訓練體能 上去跑也是落賽 確實啊 因為他很痴心肺 無癢 已經快 已經無癢第五了 請注意康攝機跑三趟的那個 男人 就是超強 跑完第一趟的時候 我去關心他的狀態 還行嗎 還跟我說 喝個水休息一下 他確實是很猛 他真的很猛 要給他一個respect 因為他跑三趟 而且那天又很熱 把自己包得很像搶銀行一樣 對對對 謝謝各位學長 兩分零三秒 在某些部隊的確不快 在今天又算不錯的成績 人為人天外有天 欸不講真的 兩分這個成績 我要看到影片 才會相信 因為我 我本自己跑 兩分我覺得真的很強 對 不是你五百公司 你什麼東西都不拿 但我相信我這個話講完 一定會有人做 對 下面我們就是 對對對 但我必須得說 你可以管你們怎麼做 我就是要看到影片 他影片 然後就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問一下 鑰師 他覺得哪一支影片最累 就是空手的那一支 那你被踢了一腳之後 直接進入地獄 回去之後還不會好 你知道嗎 我發現啊 他跟周才 他對我做理性造型 他有很大的偏大 沒有沒有 你想再偷 那我們來看一下回庫吧 來 他們講真的急 真的 真的硬 用力打耶 真的硬打耶 他們真的很硬喔 真的 我還記得那個 打下去的時候那個 那個疼痛是 傳到整個被 穿成 對 真的是穿透 有穿透 這個我就覺得 不舒服 有點不舒服 但那個我還頂得住 這個真的不舒服 我覺得那個 一拳真的是 就這個啦 那個很不舒服 四萬一腳 真的超不舒服的耶 你還可以呼吸嗎 這個黑白畫面 真的啊 真的黑白畫面 知道啊 因為我自己肚子被踢到 欸 館長揍的時候 你是站不起來 就是你會很想要 身體全曲下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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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還說 感覺不只被打了一下 對 我以為被打了兩下 可惡 我都沒有辦法進攻他 他完全把你 把你罩住了 但是因為 我怕的打傷是他 對 我怕 我們來看一下這支影片的留言 為什麼看你們被咒爆這麼好看 你看 兩千六百九十個讚啊 你看 所以我們的影片 超多人是願告他們越喜歡 他們越喜歡 師範開打得一瞬間房 看到了 地圖不確實 波波不去代言理性 真的太可惜 真的 對 FB 要是太有戲了 抗打是完全小鳥依人 一腳KO 但是可以撐到第三關 蓋儀豪堅強 兩次被攻到頭 都撐下來戰 那最後才知道是業配 欸 這支是業配 這支是業配 是啊 是啊 真的就是禮奇 沒有 我跟妳說業配歸業配 內隆歸內隆 成龍式的舞打 GO 又低一點 哇 哦 哦 哦 你是成家關 呵呵呵呵 只有我看得出 師範貼要是的沒有收嗎 上來就太興奮了 先用力踏地 再把全身力踢進去 太偶心了吧 真的太偶心了 不會不會 講真的 我看 確實是有收啦 但是以他那種 用三成 你肚子那時候鬆軟鬆軟 被踢下去就是長了那樣 但是說講真的 踢完之後是 有三四天那邊 都很痛 好 好 接下來就換我分享最累的影片 那就是跟Kazuya俄王拍的那支摔角的影片 這支是我自己寫的腳本 我自己安排拍一些畫面 我自己接洽俄文 從頭到尾就是 想記你的東西 對對對 那支影片拍完之後 我第一次發現 大普鐵板燒 真的嗎 那我們來看精彩片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是蠻裝閉的 你這樣直接摔角的影片 What's up 禿頭 禿頭 這個好像 這個他好像 這個片段我就覺得很像在摔角 這一副下面被嘴爆嘛 對不對 不會啊 會被嘴爆 我真的覺得 這個很像摔角的 那個會有出現的面段 對 對不對 這個摔下去真的是 也是黑白的 摔下去也是 空氣被打出來 內臟被震到的感覺 因為你不會護身倒法 噢 惡王那支算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要有運動相關的 然後要有體素 然後要有表演成分 然後要有表演成分 對 我覺得 你這一整個表演才會好看 要好看的話 就是要表演 對啊 不然就會像UFC那樣 有可能 開始到結束 五秒鐘 六秒鐘 就結束 就結束了 我的光頭 2條是光頭笑死 會用擦地的 看是我們那個年代的 4 5這個 二王的手是墊在蓋的頭下面 對 其實摔角這件事情就是 你要打你對手 但你同時也要保護你的對手 不然這個職業生涯就 就完了 小學的時候 跟同學很迷摔角的學 The Rock 還有送葬者的絕招 結果同學補著送醫院 Undertaker Undertaker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那個名字 我知道那個名字 我不知道Undertaker是什麼 前面看了那麼多精彩影片了 在看下一個影片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台灣精品 送給我們的 The Best in Taiwan 大有看頭大禮包 台灣精品就是我們上次合作 被挑戰報答的影片 沒錯 就是那個影片 台灣精品獎是由經濟部 國際貿易署主辦 就像是台灣產業界的奧斯卡 獲獎的產品 都是通過經濟部嚴選 從研發設計品質到行銷 都會嚴格考核 要把台灣產品的創新價值 推向世界 這次的產品呢 都是主打 大標籤 目的就是為了讓世界看到台灣 我們來看一下多大 我們先看T恤 Best in Taiwan 我是最有生產力的台灣人 該你覺得你本人配得上這件衣服嗎 生產率我是不知道 生育率是有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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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一下它還有哪些贈品 小孩可以要 我是最萌的小baby 這個是給小朋友用的 難怪我覺得扣起來有一點錢 小孩的衣服很可愛 這個也可以給薄衣穿 這個可以給薄衣穿 我是爸媽最棒的小寶貝 這個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 還記得 我們拍過的兩男一斤 好濕喔 搓手 你拉 好 換我 流汗了嗎 擦擦汗了嗎 擦擦汗了 還有一個 這個可以用悠遊卡 這個一樣 the best in Taiwan 這個是不是可以拉一下 是可以耶 這個 這個可以扣在任何你想扣的地方 搭起來 爛逼 對 那這樣我以後出國要帶這個 出國還要抓什麼 出國去機場請要搭捷運 感謝這支台灣金品贈送給我們的大禮包 那如果大家對這些很酷的大標籤贈品有興趣的話呢 影片下方資訊欄有抽獎辦法 只送不賣 大家可以踴躍參加喔 好 那現在呢 繼續我們的精彩影片回顧 不會你們覺得哪一支最有創意 我覺得是工地應舉 因為這一定沒有人做過啊 你只要找影片找工地應舉 它只會出現一支影片 就是我們拍的 沒有啊 十里三路五萬間 也是 對 是沒錯 來看一下回顧吧 為什麼啊 工地應舉我看一下 這支就是健身跑的 這最有創意 最有創意 這支是也蠻好玩的 對我這支很好玩 這支因為那些工人就是 很踴躍的想要參與這個活動 他們很high 所以很high 對 其實這工地應舉的創意是說 我們都很容易想到可以做這件事情 對 但是我覺得他不好處理的 是執行面 不好執行 因為你要有一段時間 對 對 可以在空閒時間 然後願意配合 我們去做一個 但我真的 我真的以為他們可以舉到兩半 我也覺得 尤其是那個人上去 對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留言 幸好佳宏沒有貪心 佳宏就是那個最壯的那個 要是把100公斤拉起來的話 以後上工就呵呵了 所有大重量都給他 原來 他其實是有心機的 對 對 這個很多讚喔 在香港工地上班 18歲一直到30歲 三年前開始認識到 各種肌肉傳統 平常在工地也沒有少提醒 師父要怎麼去發力才能保護好自己 他在工地提醒師父 怎麼樣發力才可以保護好自己 上班我已經很累了 他還可以去健身房做運動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我如果拍完二王那支影片 我絕對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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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精神直接歸零 很棒很特別的內容 太多健身教學 看到麻痺了 這些內容 把健身帶入到人們的生活周遭 不再只是健身房的封閉世界 完全拉近了普通人的距離 真的很棒 他覺得健身房是一個封閉世界 健身說真的也是少數的 就是一個俱樂部 就是一群在自嗨的 對對對 就是練得很重 你好重 你胸好大 肌肉 肌肉 雖然很喜歡你們的頻道 自己也在健身練三項 但看到這種 有些原背嚴重的讓他們試 加上他們平常的勞動 比較容易勞損 身體傷害是血上加重 他們因為這樣傷到咬嘴粉 沒辦法工作 連工作都沒了 不得不說 他講得很中口 但跟大家講 就是這些拍之前也有想過 其實我們現場也是在看說哪些 動作真的已經變形到了 不行 就自己 大家只是看到影片呈現嘛 所以很多地方會剪掉 要拍類似的 我們多做一點防護措施 但我們有去確認一件事情 我們有跟公投確認過 隔天功能的狀況是怎麼樣 公投是說有幾個 腰痠痠的 對 就這樣 大家都還有來上班 沒事沒事 講到我覺得最有創意的影片 就是人類VS猛獸 我們的人類大戰 牛 被虐爆 真的被虐爆 他看起來只是在上路而已 來看一下 這支影片 還敢挑皮 還敢挑戲 還敢挑皮 這就跟狗子會隔著籃子叫囂一樣 你這樣還敢頂起來 他還不頂著 我還不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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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好慘 這樣好累喔 好 你這樣還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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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來 鑰匙那時候好年輕啊 屁 你這樣還沒在那邊 這個沒多久 這到底多久嗎 這個沒多久喔 沒多久嗎 這應該沒多久吧 沒多久沒多久 這還不到一年 欸 結果我們有贏嗎 有 我們有贏嗎 我記得我們是贏的 大家是贏在上路 他不知道在讓我們 他的那個速度 他會爆從他去 我是贏 我們好強喔 你知道為什麼贏嗎 因為那個贏 我們有六條腿 對 你知道嗎 我們兩條腿輸四條腿 但六條腿就贏了 該你那個影片裡 你也講過一樣 對 我也講過一樣 我算沒有放過 他不可能是12 不可能 我們六條腿 對 已經被抓到了 這集看起來好生動 感謝三件可以一直努力 用不同的方式 體重台灣在地文化 真的超優質 謝謝 雖然網路上的黑粉說 該在健美界 不是底的 不是我不是健美界啊 我是推廣運動的YouTuber 大家可以這麼想你就好了 太搞笑了 比綜藝節目還好 所以要從頭笑到人 我這樣以為我瘋了 我連業配都覺得很好笑 不當人當牛 真的太搞笑了 不過 在走時 我覺得好像努力喔 他就是覺得你是努力 真的假的 太像了 我很喜歡蓋著台灣企業 希望下次可以跳在其他動物 欸其實我們要跳在其他動物 夠 我們跟敏捷球一起拍 那支影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智商最高的邊境牧羊犬 努力優雅的柴犬 節量超高 體力與智力超凡的 邊境滾步馬 以及在健身房長大的三件客 包括鑰匙 改衣 全長120公尺 你創力怎麼可以 贏過我們習大大嗎 所以你覺得 十里山路不換肩是最有創意的一部影片 而且這件事情真的是不可考 沒有辦法被證實 就很想知道到底 實際上走起來有多困難 因為200斤嘛 等於100公斤嘛 扛起來走 走十里 而且是山路 重點是不能換肩 不換肩真的很累 換肩真的很累 因為那個東西一直壓在同一個地方都會很痠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 對岸的領導 十里山路 這件事情就是幫我幫我們 競逐在總統 十里山路不換肩 對 十里山路不換肩 那邊那個光頭 所以 假的我真的不相信 十里山路真的不換肩 真的太離譜了 對 現在太聽完了 有人在運 這個樓梯真的 我覺得我們設計有點問題 我看他身體有點太沉 不是 我覺得這個不是我們走不上去 是那個扁單 也不平質不好 扁單不夠硬 對他平 他太軟 真的平質不好 然後那個繩子在晃的時候 那個幅度又很大 不然會撞到地上 斷了 對 終於是 我不會想把它那麼斷 對 終於是 對 我的當下 哇 不是我不走 是扁單說 搞不住了 你們喜行餘色 對 耶 回家了 終於又回家了 下班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留言 他們還有我們國家主席 怎麼黑的 幫我們主席 說的話 做一遍 八千九百多個讚 這個很猛耶 對不起 我腦中已經不見 三位在集中 你扛麥子的畫面 我畫這八千 我有畫面 我畫面就是我們只要入境中國 我們就開始在集中移 真的看完這些留言 我真的是不敢去 我真的不敢去 我真的不敢去 我連去香港都很害怕 去香港看到Security走過來 我又想 幹什麼怎麼辦 怎麼辦 他走過來說 請問你是該嗎 怎麼辦 不是 壓力很大 認識我 昨天晚上把這個 視頻的標題截圖 放到微博上 今天早上帳號就被永久封禁了 你看 危險的事情不要做 對不對 那個光頭 你不要一直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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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留言我記得 我有印象 他還把他的大頭換成 習大大的照片 那個時候特別好笑 好那今天呢 真的是 回憶滿滿了 就是很多 五味糟團的心情 看到那些影片 再次湧現出來 又想到 當下那個拍片的情景 但講到這個影片呢 一百萬訂閱 這裡面 這些就是我們 我們螢幕前的觀眾 有沒有就在這裡 百萬 對今天也是非常感謝 螢幕前的觀眾 有你們的參與 我們才能拿到這個獎牌 拿一下 真舒服 舒服啊 舒服 好那最後呢也非常感謝 台灣精品 陪著我們一起參與了這次 百萬訂閱里程碑的影片 那不知道 裡面前面的觀眾 你們有沒有最喜歡的影片 如果有出現在這支影片 或是沒有出現都歡迎在留言處分享給我們 我是先生蓋一 我婆 老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